这个是说下雨才有 没有下雨其实可以拉上去 关于动线看得很仔细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到中正纪念堂 试查防疫及门诊 以及车来速建制进度 因为医疗量能 是能否守住这波疫情的最后防线 但是呢 针对王必胜一席 双北明显叫不动地区医院 和大型的教学医院 柯文哲忍不住开炮 因为我认识王必胜 他也不会讲那种话 这个是那个 那个就是典型的 民进党的新闻 先把责任推给别人 我跟你讲 今天北农不是都在这里 有什么叫叫不动的 我想请问总统 院长 在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有没有给我们第一线 重灾区的新北市的医务同仁 给他们最大的力量 打击了第一线 医务同仁 现在站在第一线 依然捍卫 无私无我奉献的力量 你叫我们情何以堪啊 侯友宜动怒反击 态度相当强硬 而且表示新北一直跑在 中央前面 至于中央现在终于松口 严你65岁快筛阳性就给药 又被质疑 这不是柯文哲早就提过了吗 柯文哲强调自己又在给中央 四个建议 除了放宽快筛阳尾临床的判断之一 守住医疗量呢 最后就是呼吁中央要提出明确的 确诊者务实管理方案 疫情高峰即将到来 中央地方势必得同心 才能抵御新冠病毒 这个真正的共同敌人 华语新闻 惠宏玉杨芷玉 台北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